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究竟有多大 这个庞然大物就是瓦西兰14RT Flex 96C 26.59米长的身躯 几乎和一个标准篮球场一样长 高达13.5米 相当于整整五层楼的高度 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庞大的发动机净重 竟然达到2300吨 这种发动机是用在什么交通工具上的 为什么需要那么大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14RT Flex 96C 是一款非常特殊的发动机 它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参数 首先这款发动机由14个巨大的气缸组成 每个气缸的直径达到了960毫米 冲程则高达2.5米 每个气缸的容积更是惊人 达到了1820升 而总排量更是高达25480升 这种庞大的排量 相当于将几十个普通家用汽车的排量 叠加在一起 这款发动机的部件 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光是每个活塞就重达5.5吨 几乎可以与一头庞大的像媲美 而曲轴更是达到了整整300吨 光一个螺丝都要借助其中机配合安装 可以说如果掉进了螺丝孔里 可能都爬不上来 值得一提的是 生产RT-FLEX96C系列发动机的瓦西兰更厉害 它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芬兰动力系统公司 拥有近180年的提供陆用和海上动力系统的历史 别看芬兰是一个位于北欧的小国 尽管它的国土不大 但却拥有着惊人的科技实力 在全球创新能力排行榜中 芬兰成功地将自己的名字 眷刻在了世界前列 无论是在科学家群体中 还是工程师团队中 芬兰都拥有着超过其他国家的强大实力 和丰厚的沉淀 据统计 在全球海洋上航行的每三艘船舶中 就有一艘是由瓦西兰提供动力设备的 同时每两艘船舶中 就有一艘是由瓦西兰提供维修服务的 这展示了该公司在船舶动力领域的卓越实力 和客户口碑 瓦西兰船舶动力部 为客户提供广泛而全面的支持和服务 不仅仅局限于单个产品 更涵盖整个船舶生命周期 他们以专业的技术指导和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船舶建造 操作和运营的全程服务 目前瓦西兰船舶动力部生产的 14RT FLEX96C和RTA96C系列发动机 已累计销售超过300台 而全球可以配备这些发动机万箱船的数量 只有大约500艘左右 这代表着各位热衷海淘的朋友们 如果你接受的是海运货物 那么非常有可能 这些货物就是由瓦西兰提供动力的货轮 所运输而来的 那瓦西兰的发动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 有五层楼高 每小时要消耗1.5万身柴油 瓦西兰公司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 不断创新技术 于是他们推出了14缸RT FLEX96C柴油机 每个活塞的排量超过1820升 单缸的功率甚至达到了7780马力 这种超强的动力水平 就连世界上最出色的跑车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另外14缸RT FLEX96C柴油机的总排量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480升 但如此高的排量 也意味着同样惊人的油耗量 当这个机器的所有14个缸全部运作时 每小时就会消耗1.5万升的柴油 因此人们不禁给它起了个名字 油老虎 这令有心购买的传播公司望而却步 虽然瓦西兰14RT FLEX96C烧的是重柴油 价格却相对普通柴油较为低廉 约为每吨3000元人民币 然而即使采用重柴油每小时的花费 仍然高达约45000元人民币 但是经过精明商家的深思熟虑 他们开始考虑收益是否足以弥补成本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一些公司决定购买瓦西兰14RT FLEX96C 因为从长远角度来看 收益要比成本高 这些巨型传播的高马力和快速航行速度 对于运输业非常有价值 搭载了14RT FLEX96C后 可以达到每小时31海里的速度 快速高效的运送 11000个标准集装箱的货物 这种速度可以帮助公司节省时间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快速的运输速度 意味着货物可以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提高了货物的周转率和交付效率 这对于那些有严格交货期限的客户非常重要 所以像瓦西兰14RT FLEX96C这种大型高马力的发动机 也开始被各大船舶公司广泛采用 成为他们开启海洋贸易的重要资产 当然事情不会如此顺利 瓦西兰14RT FLEX96C上市后 需要面对的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考验 世界上最大发动机 RT FLEX96C每小时要消耗1.5万升柴油 尾气竟然还能再次利用 RT FLEX96C发动机在制造过程中 早就考虑到尾气问题 事实上 它被认为是污染最少的发动机之一 它配备了先进的燃烧控制装置 这使得发动机产生的废热 通常不会被浪费释放到大气中 而是被用于船上的其他过程 就像大自然的循环一样 这种废热被有效的回收利用 为船上提供所需的能量 此外 在RT FLEX96C发动机中 任何未再用于燃烧的废气 都会被传输至蒸汽发生器 这个高效的装置将废气转化为蒸汽 并通过旋转涡轮机 为发电机提供动力 这一创新过程 不仅减少了发动机产生的废气排放 还能为船舶提供更多的动力支持 受到环保人士的施压 各国政府为了控制环境污染和气候恶化 决定限制船舶速度 这项措施已经引起了船舶公司的重视 并开始采取行动 以避免在未来面临更严格的法规限制 因此RT FLEX96C系列发动机的销量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汽车废气也用同个原理 不是更加环保? 可惜与我们平常理解的汽车废气不同 这种废气是经过燃烧后的排放废气 其中还含有燃料和氧化剂 RT FLEX96C发动机的废气重新进入气缸 提高热效率的原理是废气再循环 废气再循环是只将一部分废气 重新引入发动机进气系统 与可燃混合器一起进入燃烧室 参与燃烧过程 当废气重新进入燃烧室参与燃烧时 它能够吸收部分燃烧产生的热量 从而降低燃烧的温度和压力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氧化氮的生成量 因为氧化氮是一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害的气体 不过随着科技在进步 相信越来越多环保的技术会不断出现 大家认为汽车尾气有一天是否能被再次利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